香港文化博物館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館長王嘉敏 2020年是東華三院成立150周年的歷史 而我們博物館很開心與東華三院合辦了 善道同行 東華三院籌務文化與社會發展的展覽 這個展覽就是介紹東華三院歷年來的歷史 以及它籌務文化的發展 我們看回東華三院的歷史 就好像回顧香港的歷史 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 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亦都成為一個自由港 大批從國內來到香港尋找機遇的華人 令到香港的人口激增 由1841年的人口大約5千人 增加到1845年的人口去到2萬人 當時的殖民地政府採取華陽分隔這個管治政策 華人主要是在太平山街附近的位置 當時早期華人的居住環境 十分擠迫 房子建得很密 維生眼境亦都相當惡劣 疾病貧生1869年的廣福熱池事件 引發東華三院的成立 當時一批華人精英社團 要求政府建一間為華人服務的中醫院 1870年東華醫院成立 我們來到這塊牌匾場 我就跟大家介紹兩個牌匾 一個是皇帝送給我們的 一個是東華送給人的 我們就由這一塊 由光水皇帝給東華的牌匾開始說 話說在1876至1878年 在山西和鄰近五省 發生了一個很大的旱災 大概有成一千萬人餓死了 另外也有兩千萬人 就逃離這五個省 去到別的地方 所以對當地構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當時有建於這個旱災 東華就去鎮災 也是第一次我們去到內地鎮災 鎮災以後 由於東華 和另外在其他慈善機構 包括上海的一個慈善機構 鎮災有功 所以李鴻章上書 光水皇帝 送一個匾額給東華醫院 這個匾額上寫著神威抱佑 神是什麼意思呢 當時大家覺得 我們華人的慈善機構 是信奉關帝的 所以這個神代表關帝 後來這個牌匾就在1879年的2月 就掛在東華醫院那裡 後來這個牌匾在1983年 就因為我們有建於這個牌匾 既然是和關帝有關 於是就把這個牌匾 移送到文武廟那裡 因為文武廟 就是供奉文帝和武帝的 但是近年 由於文武廟香火很鼎盛 所以就有很多的油煙在那個牌匾上面 所以就變成 全個牌匾都有很多黑色的油煙在上面 這次這個展覽 其實康樂文化事務處的文物修復辦事處 是用了很多的功夫 才能夠將這一層的油煙 是由這個牌匾那裡移除的 亦都顯露整個牌匾的美態 就是那個優美的地方 還有上面其實有暗藏著 有八仙的神器在那裡 觀眾來到這裡 就除了知道這個牌匾背後的故事之外 亦都會看到這個牌匾經過修復之後 現在這個牌匾已經有很久很久的歷史 它的優美的地方 我們接著就要介紹一個 在這個牌匾牆裡面 似乎是不太起眼的一個牌匾 這個牌匾有別於其他所有的牌匾 其實是東華送給人的 而是由當事人的後代捐給我們 話說在1918年2月26日 牌匾牌點馬場發生了一個大火 當日是一個打比大賽 所以很多人扶老攜幼 來到去看牌匾 當中包括了很多婦女和小朋友 大火發生以後 有些人已經是燒焦了遺體 已經不能夠辨認了 東華亦都作了一些救援 有些受傷的人就送了去東華醫院 但是同時 東華亦都開始要籌備一個寧原 因為當時政府已經預算 會撥一塊地給東華 是為這些死爛者興建一個寧原 為了這個寧原 東華就搞了一個寧原設計的計劃 後來在董事局會議裡 就通過採納一位叫何賞先生的設計 何賞先生當時在公務局做事 是義務地監督這個工程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牌匾 牌匾其實就是1923年 其實這個寧原要歷經幾年的時間 去到1923年才正式開幕 這個寧原現在是在 阿瑪地政府大球場 和東華東遠之間 有一條小路上去 就有這個叫做 馬場先爛有紀念碑 這個牌匾就是記錄這件事 而這個馬場先爛有紀念碑 今時今日 已經成為了香港其中一個法定估計 東華是創演初期 已經有為難民服務 就是為一批 因為天災或者戰亂 流落香港的人士提供服務 我們在1887年的 東華的徵訊錄 也有看到 已經為難民有立行這個記錄 東華早期為難民服務主要 是從三方面著手的 第一就是資遣回籍 就是透過補助回鄉的路費 和提供資源 讓難民可以回歸自己的鄉下 另外就是 招人集配 就是為適分年齡的女士 穩住好人家 和招人領養 就是為孤兒在香港 尋找安身之所 我們在1924年至26年 東華同政府的書信紀錄之中 看到一封就是關於 招人領養的紀錄 當時一位姓賽的男子 希望透過東華 領養一位男童 作為養子 這位男童因為戰聯 流落香港 亦都是因為維州起義 他便領導回鄉下 東華就為這位男童 和姓賽的男子 作一個審責 亦都是訂立條例 是保障雙方的利益 亦都是將領養的檔案 亦都是通報回政府 可以看到東華就住難民的安排 亦都是很細心的 1937年 日本正式侵華 大批難民來到香港避難 當時很多難民流落街頭 而東華亦都為這批 流落街頭的難民 提供基本的援助 我們看到當時 東華醫院裏面 住有大批難民 這批難民是憑著難民症 就可以到東華醫院裏面 領取一日兩餐 確保難民是有基本的溫飽支援 而到戰後1950年 香港亦都是迎來大批 由國內來到香港的 國民政府 軍政人員和家屬 這批難民逗留在摩星嶺 但因為人數實在太多 而摩星嶺的地方 亦都是缺乏硬件和食水的支援 政府和東華 和其他當時的慈善團體 一起想辦法處理 這批大量滯留的難民 後來亦都相以了 將這批難民 臨時安置在 現在條頸嶺的地段 在1950年的6月 政府連同東華 和其他慈善團體 將這批難民用油麻底小輪 分批的 由摩星嶺運到條頸嶺 這個撤離行動 就用了兩天的時間 大概7000名的難民 就遷移到條頸嶺 暫時居住 我們看回紀錄 這批難民移到條頸嶺的時候 其實是身無長物 可能一張草籽都沒有 亦都很徬徨 不知未來的生計會是怎樣 政府亦都在條頸嶺興建大量的 臨時木屋 安置這批災民 而東華亦都協助這批難民 前往台灣申請證件 直至到這批難民 有一部份是稍後前往台灣 有一部份也都稍後留在香港定居 而東華就住條頸嶺的難民的支援 直至1953年再有結束 要說回東華醫院的臉壯服務 就要說回東華醫院當時奠基的起源 在19世紀的時候 來到香港的大量華人 主要是勞動人口 出身草根 多數都是男性 他們來到香港 如果是不幸的過身 他們的喪禮都是草草了事 所以當時香港其實三分處處 1970年香港政府批准成立東華醫院 亦都撥地普仁街的地段 被東華作為這個院子 而當時普仁街 正正就是當時華人的墳場 所以在東華動土電機興建醫院之前 他首先就要處理在地基上的骨殖 當時東華將所有骨殖移放到牛房二山 即是現在堅離地城的附近 亦都是1899年 就在大口環建立東華義莊 成為一些本地臨時骨殖安放的地方 亦都是海外華人 原籍安葬返回國內的一個中轉站 原籍安葬源於中國人樂業歸根的概念 很多華人透過香港去到海外謀生 如果海外華人在外地不幸生故 就要透過當地的華人商會 或者中親會將骨殖 希望透過香港的東華運回國內安葬 我們看到早期東華兼負起原籍安葬重任 早期的文獻都看到很多海外的華商 華僑是希望東華為當地的華人 安排這個移送官骨返回鄉下安葬的 譬如我們在1932年 見到美國金山大浮江州總會 寫信給東華 就是希望將當地的華僑經過東華 可以移送家鄉安葬 而1934年古巴夏娃娜的陳詠專堂 亦都是寫信來查詢 一些當年的先人骨殖 運送回鄉的過程是怎樣的 原籍安葬所涉及的手續 其實都不簡單的 首先在海外的中親會 或者華人團體 首先它要寫信給東華要求提供服務 而當運送骨殖的輪船來到香港的時候 船公司就會通知東華 去到船上起棺 而東華就會將棺骨 臨時擺放在東華義莊 稍後亦都會登報 希望親屬或有關團體到來領取 而領取的團體或家屬 東華都會補助他們的臉葬規 以及安排棺骨的運送 在東華義莊有一大批 是關於原籍安葬的歷史史料 東華三院亦都在今年2020年出版了 《樂業歸根東華三院華僑原籍安葬檔案》編選 東中有三百封 是來自海外華僑團體的書信 揭示當時海外華人臉葬回鄉的安排 是了解香港和海外華人的互動 以及早期海外華人歷史的重要資料 早期殖民地政府採取華洋分隔的管理模式 對當地華人的醫療或社福服務 其實都沒有很大的支援 而當時華人其實信奉中醫 而在香港也沒有一個中醫的醫院 華人的醫療是一直被忽視的 直至1869年廣福義慈成立東華一個契機 位於上環的廣福義慈 其實是擺放先人神主牌制止的地方 當時華人缺乏醫療 一些病重的病人 除了流到街頭之外 就會送到廣福義慈裡面等死 而當時英文報章的報導揭示了 廣福義慈內的惡劣衛生情況 以及華人缺乏醫療的事項 而當時香港的華人領袖 亦都熱切向政府要求建一間為華人服務的中醫醫院 結果就在1870年東華醫院成立 並搬出普人街的地段作為醫院院子 撥款15000元作為建院費 而東華亦都是要籌募其餘47000元的建院費 作為醫院的建築費用 和首年的營運費用 在東華1872年開幕的時候 香港的南北行就送贈了一對 由黃韜首書的對聯 給東華作為紀念 而這對聯一直掛在東華醫院裡面 這對聯的書法家黃韜 我想大家都相當熟悉了 黃韜在1874年創立《循環日報》 是一個中文報章鼓吹新思維 在東華成立1872年的時候 黃韜亦都是義務擔任東華的協理 幫助東華的會務 而黃韜在東華成立的罪 亦都說回東華這兩隻字的意思 我們很多時以為東華的意思就是 廣東華人 但是根據黃韜的罪 其實說回東也者生氣之所法 華也者 萬物之極盛 其實是表示東華可以帶來生氣 亦都是生命充滿滿有希望 滿有期待的 這對聯是有兩個一的 它是黃韜唯一在香港留下的密保 另外這對差不多150年的對聯 一直掛在東華醫院裡面 這次是第一次離開醫院對外展出 尼足珍貴的 1870年3月30日 香港政府頒布了一條叫做 華人醫院則例的法例 宣佈了這間醫院叫做東華醫院的成立 這間醫院有13位創院總理 有12位都是商人 包括買板、南北行商和學者 醫院經過籌備和興建兩年之後 在1872年2月14日開幕 在這個展覽裡面我們是用一個比較生動的形式 來將這個開幕的盛況呈現在觀眾的眼前 這個動畫就是當日2月14日上午8時 舉行的一個巡遊的儀式 這個儀式的詳情 我們就是根據報章在第二天的一種報道 詳細地說到巡遊裡面的盛況 我們就做了很多資料的搜集 包括儀式的進行 還有人物的參與 還有那些街道 究竟當日巡遊的路線是怎樣 人的服飾 以及周圍的建築物 我們就希望能夠將這個巡遊 能夠比較生動地跟觀眾分享 這個巡遊去到中間的時候 然後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關於那些總理的那些店舖 譬如說好像金山莊 還有其中有總理的米巷 然後跟著就完成了這個巡遊之後 就去到東華醫院禮堂 有一個祭拜的儀式 雖然東華是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就以中醫藥始祖神龍士 作為我們一個崇敬的對象 所以就有一個隆重的儀式 在東華醫院禮堂 之後還跟港督麥當勞 拍了一幅合照 那一天的盛況 就在這個動畫裡面 呈現在觀眾的眼前 我們看過一些精彩的展品 不如我們就留心一下 看看一些檔案 因為這些檔案可以反映 東華是很關注 香港以外華人的需要 話說在1906年的4月18日 三藩市就發生大地震了 東華在4月23日就收到電報了 那一天是農曆3月30日 那裡有一篇檔案就說到 那一晚董事局就立刻開會了 就討論如何可以幫助當地的華人 甚至結論就是把東華的存款 一萬一千元 連其他款項都將他們一併 先寄到三藩市來震災 那這個檔案就說到 當時的董事局會議裡面 有這樣的議決 另外有一個檔案 也是很特別 就是1918年 話說在海口的圍外醫院 就寫信來給東華了 那這個董事局會議裡面 就說什麼呢 就是討論到收到海口的 圍外醫院的這封信 當時海口就發生了疫病 但是他們就是群醫無策 於是他就請東華 幫他們聘請一個中醫來 大概就是希望要來四個月 但是有一句很特別的說話 他說希望這個中醫能夠起死回生 當時一些海外的醫院 尤其是東南亞方面的 一些慈善機構 或者是中醫院 都是想東華幫他們的 中醫評核事 來作出批改 可想而知 東華在當時 為香港以外的華人 和華人的組織 是提供很多的幫助的 東華三院在1870年成立 是第一間服務華人的中醫院 市區的人口日益增長 因為人口越來越增加 亦都是病人求醫的人數越來越多 東華終於在1911年 就在九龍油麻地 華人最高的地方建立廣華醫院 而因應香港島的人口越來越多 東華就在1929年設立東華東院 東華東院相對於之前兩間醫院的建築特色 是偏向西式的 我們看到大樓的設計是有四層高 建築物當中是有寬闊的回廊 和圓頂的玻璃窗 建築風格和之前兩間醫院 完全兩件事 而今天的東華服務單位 涉及醫療、教育、 廉葬、老人服務或青少年中心 生活各式各樣的方面 東華都可以照顧到 值得一提的 東華就著文物保育 亦都下了很大的心機 東華有五座建築文 已經列為法定古蹟 包括馬場、鮮爛有紀念碑 東華儀葬、東華三院文物館 在上環的文武廟 和在油麻地的天后廟 已經列為法定古蹟 而剛才提過的東華東院 西式建築群 亦都列為二級歷史建築 可以見到 東華就著文物保育 都下了很多功夫